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温哥华天空新闻 今天是10月6日星期五 我是依萨 加拿大华人发起请愿 要求联邦政府恢复家中常规航空 据加拿大媒体报道 家中航空问题自疫情以来 一直困扰着两地华人 航班少 机票贵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 已为加拿大华人发起请愿 要求加拿大政府尽快恢复家中常规的航班 由于各种原因 加拿大与中国之间的航班大幅减少 仅相当于以前的十分之一 给175万华裔加拿大人的生活 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为此拟定了一份请愿书 督促加拿大与中国政府进行外交对话 强调人道主义和考虑实际因素 尽快恢复常规的航空 印度要求加拿大减少派驻外交官 10日前撤离 印度政府要求加拿大减少派驻印度的外交人员 有消息人士透露印度已经要求沃泰华在10月10日前将加拿大驻印度的外交人员减少至印度驻加拿大外交官数量相同的水平 与此同时加方驻印度外交官大部分已经撤离马来西亚或新加坡 有消息人士证实 印度政府已要求加拿大在5天时间内撤走当地多名外交人员 较早前报道为41人 但有可能要求与撤走至对等派驻外交官人数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说 加拿大派驻印度的外交官人数占大比例 而他们不断干预我国内政 我们寻求对等的派驻外交官人数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此前曾表示 一些外交官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上收到威胁 加方正在评估其在印度的人员配备 因此出于谨慎考虑 我们决定暂时调整在印度的工作人员 数据太好 加拿大央行货在加息 加拿大最新的就业数据发布后 货币市场认为央行在10月25日加息的可能性 为38% 本周五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加拿大经济在9月份净增加了6.3万个就业岗位 是预期的三倍多 而失业率仍保持在5.5% 分析师预计就业岗位将净增加2万个 8月兼职就业岗位净增4.8万个 与此同时工资增长加速 自2002年9月起工资依然保持目前每年4%至5%的增长模式 将很难完全抑制通胀 尽管加拿大央行自2022年3月以来以上调关键隔夜利率10次 已给经济降温 但在强劲移民的支持下 加拿大劳动力市场一直保持弹性 资本市场表示 加拿大的核心通胀指标还没有像美国那样出现疲软 认为10月份仍然处于加息模式 统计局表示 在人口增长率达到1957年以来最高水平的背景下 就业呈现上升趋势 报告指出 9月份15岁以上人口增加了8.2万个 平均每月新增就业人数3万人 高于一个月前的2.5万人 统计局表示 今年兼职就业的增长速度 一直超过全职工作的增长 8月份竞争了4.8万个职位 其中大部分是教育服务领域 解消了商品行业1.05万个岗位的流失 感谢您收看温哥华天空新闻 我是Esa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